欢迎回来日期之中 人类的消费形态不断的在改变 自从1982年全球第一家电视购物公司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成立之后 也彻底的改变了民众的消费习惯 被视为零售业的第三次革命 在这场革命当中谁主臣服呢 真的是各凭本事了 从台湾派出第一批精英到韩国取经之后 算算也过了十个年头 购物专家已经是非常热门的行业 有人从这里晋升为天后级的艺人 也有演员 歌手 甚至是主播 转战当购物专家 寻找事业的第二春 购物专家真的是角色多变 一下子要深思力竭地叫卖 一下子又要变成像是严肃的主播 尽社会教育的责任 而五花八门的话术背后 只有唯一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东西卖给你 接下来热线追踪要为大家破解这些话术 了解为什么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 只有不会卖的主持人 电视共舞台什么都有 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但是如果卖到某些产品 却是会让人脸红心跳 第一支台湾的保健 南线保健食品 它在日本只有这一支 它是一样的喔 都是这样 这台湾的东西很多 我最好笑的就是重用的 重用的就是知道 我们有时候拍摄嘛 差不多40个就存一支水了 存一支水 说会把我们做不到 说我们怕死人做都捉死人 说要有多死 没有一次死会成的 但是我这东西卖下去 说到会跟港人的海关 放流我过流头我破译了 这样我会怕死人的 厂商希望能借由电视频道曝光 造成产品秒杀狂迈的景象 总是要求代言人要巧舌如簧 见证者要舌颤莲花 夸张表现 刚刚应该有强调点 我不会是烂用药物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 这也不是药 这是天人的保健食品 我们看到第一哥的防伪标签 是 像壮羊药或是情趣用品 那有的时候我们待在现场 听到那些人跟主持人 跟厂代在那边介绍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听的都会 觉得脸红心跳会觉得不好意思 用说学逗唱这种 比较好笑的把它带过去 比较婉转的带过去 不会说讲得很 该露骨 很露骨听了人家会感觉 这奇怪 人都有需要的时候 但是你有一个很好的伴侣吗 不见得 而且有了伴侣他完全懂你吗 也不见得 但是今天这个商品 他绝对能够让你在需要的时候 得到最大最大的满足 有超过十年代孝经验的专家 新手年来情趣用品 现场即兴演出 临场反应迅速 诚恳地说出 看穿人心的话术 你的男人真的懂你吗 你的男人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吗 不一定 而且大部分男人做不到 他是你夜夜寂寞最好的陪伴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 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东西 就是这个野战蛇电筒 除了让东方人有口难言 对性爱的保守态度之外 身后事同样也是刻意忽略必谈 但是专案代销专家 要如何出其招地突破华人禁忌呢 不管你有没有想过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但是人迟早都会面临到 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是问题来的时候 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传统的 我们这个是采用大理石的材质 一体成型的设计 甚至你的照片可以刻布在上面 它可以凸显你实实在一身 平时无法的一个个性 强调不让子孙慌张失措 身后事自己安排规划 让长者听得顺耳 或是以投资理财赚钱 让同辈轻松接受 以同理心来对待 以敏感度来体会 这是购物专家在面对 忌讳产品时所惯用的配布 当然如此用心的诠释 每每在创销售佳基 其实像我们这种通路来卖 类似这样的商品的时候 其实它是最容易 而且对消费者来讲 是最有隐私保护的 所以这类商品在销售上 通常会有让人家 想象不到的跃迹 商品开发出来 它一定有它的市场 一定有它的需求 对啊 那你针对它的市场 针对它的需求去切入来讲 是没有所谓的难卖的东西 俗语说 树叶有专攻 有人卖创意赚钱 有人靠体力养家 而这群人却是靠嘴巴立足 尽管面对众多奇奇怪怪的商品 但是对电视购物专家而言 他们说没有卖不掉的产品 只有碰到不会卖的人 台湾的电视购物 叫卖画术自成一格 不过仔细想想 有没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呢 没有错 就是夜市的叫卖文化 休息一下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这种充满台湾特色 草根性的叫卖画术 为什么让人心甘情愿掏钱买东西